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我们欣赏画 最初集的话 都是先看它画得像不像 因为清初 那些路关的 清朝的刚开国那些皇帝 他们的文化艺术的水平 对中国画的了解 并不是很深 所以 他们当时的清初四王 就是宫廷画家 都是以林某古画为主 房的夜相 房帝就认为说 你好厉害哦 房的真相 林某的真相 但是呢 这个林某 并没有艺术的创意 他的艺术性 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欣赏画的最初集 就是说像不像 像不像是最初集的 再来的话就要求这个 这个画要很有深度 要有艺术性 要有内涵 这个跟我们看山一样 刚开始看山是山 然后再来看山不是山 最终呢 看山还是山 但是那个层次 还有你看山的这个角度 还有深入的程度 完全是不一样的 刚刚我们把这个山石跟树的 这个颜色都擦染好之后 我们再来就是调花青跟末 我们来擦染暗的地方 等于是染它的明暗 但是也是用干笔 我们有一直提醒 用干笔的话 才能够留白 那留白也代表 这个积血的感觉 如果用丝笔的话 那留白的地方呢 就会容易变得少了 而且呢 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我们如果干笔来画的话 更能够凸显出血景 苍茫一片的感觉 那种感觉 用干笔 比较能够淋漓的静置的呈现出来 画画呢 就是要有一句名言就是大胆下笔 小心收死 那现在染色 线染都是收死的功夫 收死的功夫的话 就是要细心 层层处理 耳猪 它们被逎低 如是咱也人家 于咱也人家 积底下 于咱也人家 你们监ISE 畫血檢我們用白色的仙子來畫 然後呈現這個自然的白色仙子的感染 那一幅畫面你就會覺得很自然很平順很調和 假如說你用白色的原料來混濕的話 短時間也許感覺還不錯 但是作品久了之後那塗上白色的地方 就會衍生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以留白 就留出這個紙的原本的顏色白色的顏色出來就好了 真是 明天 在笑成什麼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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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畫的層次很重要 从最黑的地方 最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 它的層次的变化要非常的丰富 要有渐层的感觉 因为有層次 所以我们才能够分出这张画的整个的景深出来 而且因为有景深 所以画面也不会太闷 那传统画呢 因为它没有明暗的观念 也不是说它没有明暗的观念 而是它比较不注重去处理明暗 而且呢 它的画面都是比较平一点 比较没有现代的透视远近明暗各方面的这个观念 所以它必须留摆 如果不留摆的话 它画面就会觉得很闷 那在以现代的观念 尤其像李克兰的话 更是画得又黑又闷 画面又满 但是因为它有层次 就有空间感 你就觉得画不会很闷 就像我们在看油画一样 油画是每个地方都画 画得很满 但是因为它有层次感 空间感就会出来了 画画最重要就是说 观念要跟随时代 每一个时代 对于美的欣赏也会有所不同 每一个时代有它生活的这个环境背景 有它这个新的观念 所以呢 我们不要始古而不画 古人在当时就是那个时空背景 所以它才创造出 当何以当时时空背景的作品出来 我们现代的画家 就要呈现出现代的风貌 那首先你要呈现现代的风貌 最重要就是观念要改变 观念要跟随的时代 而不是用古人的观念 古人的观念已经不合时代潮流了 就像说古人都穿长袍马褂 你会一天到晚穿着长袍马褂 要到处跑吗 不可能 大部分都改成穿成比较便利的西式的衣服了 古人都留 像青草都留这个辫子 然后你还要留辫子吗 当然不可能 你已经变成短髮西装头了 那生活上我们都可以改变 那因为是要适合现代人的生活 那艺术上我们同样也可以改变 就是改良改进 更适合现代这个生活上 或者是艺术上的各方面的 表现出现代的精神出来 所以我就提倡现代国画 那现代国画最重要就是要你要保有传统国画的优点 就是笔墨跟意境 中国画最重要就是用笔墨表现的这种形式 我们要保存下来 这才有别于西化的一个根本的形式 第二个 中国画很注重画面的意境 那个境界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要保留这个意境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加上现代精神 才能够展现出现代人 表现的中国画的一个特色 所以 像文人画经常会说 这个录不录画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来讲 你觉得美的你都可以录画 所以我就提倡一个 无所不画 无所不录画 不要被题材所限制 你觉得美的你都可以画 把你的感动呈现在画面上 把你的美感营造出来 然后也让你的作品 去让欣赏者能够产生共鸣 那我一直希望 我们这个中国画 这个祖先传下来的这种独特的 这个绘画艺术呢 能够永续地走下去 那国画就是必须要不断地 这个改良 跟不断地进步 然后能够适应 现代的社会 什么都可以进步 当然艺术方面也是一样 这个远山上的树 树虫 明暗 我们就比较细腻的笔法去处理 在近景的地方 我们可以大块文章 这个比较灰洒地去粗犷地处理 但比较远景细腻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太粗帅 传统的国画都是用明暗来表现前后的关系 但是我们现代的国画 不是只有明暗 还加入了 不是只有浓淡 还加入了明暗 各方面 包含透视的观念 色彩的观念 整个画面 营造的一个新的一个观念 整体感的观念 是否有更多的 我们的优独的观念 看到了明暗 有证明的灯 是否有点不复杂的 是否有更多的 有点不复杂的 是否有点不复杂的 是否有点不复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就是你的美感的呈现 那这个美感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就凭着感觉、凭着你个人的感觉、美感去处理这个画面 如何把这些笔墨、线条各方面 能够统合在一幅画而且呈现出一个整体的美感出来 也就像一个团队一样 大家集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 那把这些点线各方面把它集合起来呈现出 你要表现的这一幅画的美感 就像我们讲过的最后看山还是山 那看山还是山的时候是你已经把这个山的精神 把这个山彻彻底底地把它呈现出来的 一把水分钟的摩托过来 在这边和感觉 那边一把太部发的一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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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湖山水所呈現出來的 也就是呈現出中國人的 這個最高的一個理念 鋼羅香劑 我們現在調花青跟末來畫更遠的眼山 那更遠的眼山代表的是比較高處的眼山 上面全部是積雪了 那因為生鮮畫下去容易流出筆痕 所以我們硬筆水分要多 速度要快 盡量掃那一些筆痕出來 當然你在畫的時候 事先就要構想好山要怎麼的布局 它的高低大小 如何跟前面的近景的前面的山 互相的協調 然後這個更遠的眼山 它也有前後的關係 我們現在就要處理出 它前後的關係 我們這樣把它攬出 把這座山就跑到最後面去了 屬於最遠的眼山 那這邊我們要準備擦攬人 那這個暗的地方也可以把這個山蹭出 一幅畫就是要 要有計畫性的去營造 所以我們畫一幅作品的話 第一個 你要先這個先 胸有成竹 在山水叫胸有秋貨 你要知道你要呈現的是什麼 你要畫出什麼樣的這個一幅作品出來 你要事先就是要心裡有素 這是什麼 船長的招待 都要把你的鑽 和我一堆 這個可以看到 就是廚多大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山西 也是一样花青条木 我们来处理 那远的地方的颜色我们可以重一点 近的可以亮一点 我们利用这个明暗呢 让它有深度的感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山石之下我們顏色也可以重一點 那這個山石就會結得更穩重 一邊染一邊秤出樹葉 積血的樹葉 所以在樹葉的形狀上也稍微修飾一下 蘭的時候我們盡量比較水平的處理 或者是有曲折的腕簷的處理 那留下的這個筆痕呢 因為仙子容易有筆痕 留下的筆痕呢至少也有水波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善用紙張的特性 這樣處理就完成這一幅血剪了